许多的国外观光客来台湾都会指定要到台北西门町的红楼去看美德町台湾原创设计 目前红楼旁的十字楼有16家的创意工坊 现在还开放了5个创意的品牌进驻 市府营运团队说光是去年这个红楼创意市集差不多就有2000多万的营业额 显示云业商品千里无穷 台北市西门町旁的红楼每到周末都有创意市集 相当多的年轻设计师在这里贩卖自己的创作 而在红楼旁的十字楼里有16间的创意工坊 定点经营创意品牌 许多国外观光客来台一定要到此一游 为了扶植更多文创产业 台北市文化资金会整理的红楼二楼的空间 在开放5家台湾品牌进驻 我们来这边其实评选的最大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是原创的 无论是周末的创意市集 或者是我们这个比算是阶段性的育成的一个聚落 也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台湾的创意能量在设计这一块其实是很强的 将台南府城的四大名匾跟传统信仰的故事 以新传统会的画风做成T恤 年轻的设计师要以台湾本土的素材来引领潮流 我们会融入大量的传统气法 比如说是工笔画 或是历史人物 那这是一般的潮流衣服里面很少融入的 那这是我们品牌最大的特色 还有这个用木头为材质设计的各种创意商品 可以传达爱意的爱心 中文师的立体拼图都申请了新型专利 也在创意市集摆摊两年多的业者说 希望能够慢慢建立其品牌 我们希望说可以慢慢慢慢把自己的工作室扩大 然后有机会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我们 北一大跟台市大学校的育成中心也申请进驻红楼 希望校园里诞生的文创商品直接进到市场 测试消费者的反应跟接受度 让创意能够更贴近生活 接着陈淑军许正俊台北报道